哥罗西书第一章奉神旨意 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泰 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 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 愿恩典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常常为你们祷告 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 并向众圣徒的爱心 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也传到普天之下 并且结果如同在你们中间 自从你们听见福音 真知道神恩典的日子一样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 一同做仆人的以巴福所学的 他为你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 也把你们在灵里所存的爱心 告诉了我们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 愿你们在一切智慧和属灵的悟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 主 凡是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行上多结果子 渐渐的多知道 神 照他荣耀的全能 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好叫你们凡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 又感谢父教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的基业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我们借着他的血的蒙救赎 罪过得以饶恕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 神的像是守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一线 因为一切都是靠他创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线的不能看线的 或是有位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概都是靠他创造的 又是为他创造的 他在一切之先 一切也靠他而立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因为父喜欢教一切的丰盛 在他里面居住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 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叫一切 无论是地上的 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你们从前语 神隔绝 因着恶行 心里与他为敌 但如今他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借着他的肉身受死 都成了圣洁 无可指摘 无可责备 把你们引到他眼前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 根基稳固 坚定不移 不致被引动离开福音的盼望 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 也是传语 普天下凡受造的 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 道觉欢乐 并且为 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教会 要在我肉身上补满 基督患难的缺陷 我照 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份 做了教会的执事 要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 这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 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 神愿意教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 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我们传扬他 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诫个人 教导个人 要使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得以完全 我也为此劳苦 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哥罗西书》第二章 我愿意你们晓得 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 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 是何等的尽心竭力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因爱心互相联络 以致疯疯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 使他们真知 父 神和基督的奥秘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之实 都在他里面藏着 我说这话 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诱骗你们 我肉身虽与你们相离 灵确与你们同在 献你们循规蹈矩 献基督的心也坚固 我就欢喜了 你们既然接受了 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满怀感谢的心 物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诡诈 不罩着 基督 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俗的基础 就把你们掳去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他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以完全 他是个样职正掌权者的元首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离 乃是基督的割离 使你们脱去肉身罪孽之体 你们既受尽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神的作为 你们从前在罪恶和未受割离的肉体中死了 神饶恕了你们一切过犯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 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把他撤去 钉在十字架上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鲁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 或是在圣日 月术 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些原是后事的影 那形体确是基督 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 和敬拜天使就诱夺你们的奖赏 这等人窥插所没有见过的事 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 不吃定 元首全身本是靠着他 今节得以相助培养 就因神大的长进 因此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脱离了世俗的基础 魏慎魔仍像在世俗中活着 服从那些规条 就是那不可摸 不可尝 不可拿的规条 说到这一切 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 照着人的吩咐和道理呢 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用思义敬拜 自表谦卑 不惜己身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满足上 是毫无功效 哥罗西书第三章 所以 你们若真语 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 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爱慕上面的事 不要恋慕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 要制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 污秽 纵情 邪恶的色欲和贪婪 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必临到那叛逆之子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 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脑恨 愤怒 恶毒 亵渎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 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创造他主的形象 在此并不分希腊人 犹太人 受割礼的 未受割礼的 化外人 吸骨蹄人 为奴的 自主的 唯有 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个人之内 所以 你们既是 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加上怜悯 奔慈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基督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外 要加上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又要叫 神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也为此蒙照 归位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教导 丰丰富富的存在你们心里 用诗章 宋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 歌颂 主 无论做圣魔 或说话 或行事 都要奉 主耶稣的名 靠着他感谢 付神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在 主里面是相宜的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苦待他们 你们做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 神 无论做圣魔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 必得助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 主基督 那行不义的 必受不义的报应 主并不偏待人 哥罗西书 第四章 你们做主人的 要公公平平的代仆人 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 主在天上 你们要横切祷告 再次警醒感恩 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 基督的奥秘 我为此被捆锁 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 将这奥秘显明出来 你们要爱惜光阴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你们的言语 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知道 该怎样回答个人 由我亲爱的兄弟 推积古药 将我一切的景况 都告诉你们 他是忠心的执事 和我一同做 主的仆人 我特意打发 他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你们知道 我们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我又打发一个 亲爱忠心的兄弟 阿尼西谋童去 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 他们要把这里 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与我一同坐肩的 亚里达古问你们安 巴拿巴的外甥马可 也问你们安 说到这马可 你们已经受了吩咐 他若到了你们那里 你们就接待他 耶稣又称谓 尤士都 也问你们安 奉歌里的人中 只有这三个人 是为神的国 与我一同做工的 也是叫我心里的安慰的 有你们那里的人 做基督仆人的 以巴福问你们安 他在祷告之间 常为你们竭力做祈求之工 愿你们在 神一切的旨意上 得以完备充足 能站立的文 他为你们和老底家 并希拉玻璃的弟兄 大发热心 这是我可以给他 做见证的 所亲爱的医生路加 和迪马问你们安 请问老底家的弟兄 和宁法 并他家里的教会安 你们念了这书信 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 叫他们引念 你们也要念 从老底家来的书信 要对亚基布说 乌要谨慎 尽你从主所受的职份 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 你们要纪念我的捆索 愿恩典长与你们同在 阿们 我保罗亲爱的书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